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古往近来 很多人为了财富 觉得只要我能攀权富贵 就也可能会一步登天 永保荣华 那也不一定哦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话说汉朝 汉文帝在彻底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 跟众多的皇帝一样 干个什么事呢 就是也开始琢磨着长生之道 有一天晚上 他梦见天门打开 自己就要飞升成仙了 可惜呢 望着上方的天门 汉文帝却怎么也登不上近在眼前的天梯 就在他急得团团转之际 有这么一位黄头狼 从后面推了汉文帝一把 帮助文帝成功地踏上了天界 最终 梦醒之后的汉文帝 已然忘记了天界到底长着什么样子 但是 对于那个帮助过他的梦狼 却记忆有深 所谓黄头狼 这可是汉文帝豪华游艇的专职司机 由于古人认为土可以克水 故而为了皇帝的安全 所有为皇帝称传的狼官都要佩戴着土地的黄色头巾 因而得名黄头狼 于是汉文帝招来所有的黄头狼 然后他就一眼从这一群黄头狼里认出了鹤立鸡群的邓通 因为这人确实长得好看 而且邓通姓名 谐音呢也是邓通 韩文帝就认为 这预示我可以登上天界 只同仙界 龙心大约的刘衡 不仅赏赐了邓通大量的金钱 而且直接就把邓通提拔到了大赏福的官职 据史书记载 这个邓通虽然颇受文帝的喜爱 可谓全亲一时 但是 这个人却没有那么飞扬跋扈 是比较谦卑 小心翼翼的 所以宫廷内外邓通都有了个好人缘 但是 有一次 一个大师说邓通的面相长得不好 就是他这两边的法令文 将来必定会饿死 皇帝一听就不干了 你要说他冻死了有可能 或者哪一天一不小心 在个计较开栏 有点啥意外啥的 也未可知 可是你说跟我混的人 而且我还这么宠爱他 他竟然能饿死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皇帝想 之所以他会饿死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没钱 于是当时的汉文帝就赐给邓通一个矿 铜矿将国家的铸币权也赐给了邓通 意思就是说 你一没钱你就自己造 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恩赐 但即便这样 也没见其中饱私囊 显而易见 邓通的人 品德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而 正如孔夫子所言 所谓德不配位 德不配位并不仅仅只是人的思想品德 他还包括个人的能力和智慧 非常可惜 邓通能力着实是一般 有一年呢 汉文帝得了拥居之症 身上长了一个大农包 在没有抗生素的古代 这有可能是要命的病症 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君之心 邓通想也没想 就直接上嘴了 帮助汉文帝吸取拥居的农业 也许是身体不适的原因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汉文帝 看到了此情此际 也有点伤感之情 他于是就问邓通 小邓啊 你觉得这天底下 谁是最爱我的呢 邓通心里咯噔了一下 立马就回道 那当然是太子了 在《青史》里面当中记载 在帝王病重 疑心大起之际 邓通面对汉文帝的灵魂拷问 他的极力赞扬太子的回答 不可谓不正确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邓通忘了具体的问题 要具体分析 这一个事实 汉文帝之所以会有此疑问 那完全是因为 他被邓通的行为所感动啊 现在邓通既然说 太子刘起 也就是汉景帝 是天底下最爱汉文帝的人 那么他也来替他爹 汉文帝吸吸浓疮 也不过分吧 这不是咱在这瞎分析啊 因为后来事情 就是按照这个剧本发展的 等到太子刘起 前来看望汉文帝的时候 文帝就让他替自己吸浓疮 这刘起虽然觉得很恶心 但是呢 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 还是强忍着 就照做了 不过 文帝对于自己的儿子 满脸痛苦的表情 十分不满意 刘起也很委屈啊 这么恶心的事我都干了 父皇你竟然还嫌弃我不好 当然 刘起是不敢和父亲 汉文帝计较的 最终 当他知道这一切 都是邓通干的好事时 这个刘起 在心里就给邓通 狠狠地记上了这一笔账 等到汉文帝驾崩之后 成为汉景帝的刘起 立马就免去了邓通的所有官职 不久之后 曾经附加一方的邓通 被抄家 还不解气的汉景帝 一直盯着邓通不放 最终 汉景帝把邓通 关在了一个小黑屋里 把他和自家的矿产的钱币 就是邓通币 放满了他的房里 说 你饿了 可以吃这个呀 最后 邓通还真就是 活活饿死的